有酒有肉 干吗不吃啊 都是给我准备的 都是给我准备的 多谢师妹 有酒有肉 干吗不吃啊 来 慢点客官 再来啊 小二 过来 您说 把这碗酒端去给那里 怎么啊 快去啊 她都等急了 姑娘 这酒都这样了 怎么喝啊 莫你嫌我手脏啊 没有 没有 那这样吧 你喝一口酒 这粒银子就归你了 喝一口酒给一定银子 这倒好事 别说姑娘你喜丑了 就是西桥水未喝 是 怎么了 怎么了 快起来 前世 我快到了 快来人哪 你带他去看郎州 来人哪 快 把我把它抬出去 快快快快 你不是说我没本事搁掉你的舌头吗 快快快 现在看我有没有本事啊 人家不过说了句玩笑话 你把它整的下半辈子都说不了话 怎么这么狠毒啊 他残不残疾关你什么事啊 怎么 你不是不想管我吗 现在越来管我了 二师哥 小师妹敬你一碗酒 怎么沉默了 怕就有毒啊 二师兄真厉害 这么轻易就把毒解了 走吧 后悔有期 什么后悔有期 师父大发雷霆 叫你跟我一起回去 师父大发雷霆 你就逼我回去啊 你不让我死吗 你既然执意不肯回去 把东西交给我 我把东西带给师父 也算有个交代 什么东西啊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师妹 我不动手乃是念这同门之遗 你可要知道好歹啊 我就是因为知道好歹 不过呢 二师兄 我跟这位大哥先前已经约好了要去江南 我们会带些东西给师父的啊 这家伙谁啊 什么家伙不家伙的 放尊重点 他说我姐夫 我们亲近得很呢 你拿了师父的 臭丫头 你肥病多少是不是 姐夫 他要杀我了 你救我救我 臭丫头 姐夫 臭丫头 你怎么把自己给堵上了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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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别走啊 姐夫好厉害啊 你刚刚是在关心我吗 二师兄去了这么久 还没有回来啊 是啊 该不会是情报有什么问题 又让阿子这臭丫头给溜了 若是遇不上小师妹 也该是时候回来了 大师哥 小师妹该不会使用了什么诡计 让二师哥着了道 三师弟 是 师兄 带人去看一看 阿子自小诡计多端 那这次若让他跑了 就更不好找他们 是 师兄 我定会派人把他抓回来 大师兄你真是神机妙算 当是诸葛啊 大师兄有勇有谋 阿子这臭丫头 已经捏在咱们手心里了 对对对 大师兄果然淡定啊 阿楚 我当初应该听你的 对不起 我现在就去在外 完成我们的约定 阿吕 阿吕 姐夫 我终于追上你了 姐夫 等等我呀 你把我击退了二师哥 我自然是要来谢谢你的呀 不用谢 他先出手了 我并没有帮你 姐夫 您慢点走 等等我好不好 姐夫 姐夫 你答应过我姐姐要照顾我的 现在这么多人都欺负我 我一个小姑娘 大孤孤零零的该怎么办呢 你都跟我不理不睬 我现在心情不好 你别再跟着我了 你心情不好 有我陪你姐妹 心情岂不是越来越好 你跟着我 若是再像刚刚那样 胡作非为 我要管你的 我行事不对 你愿意管我 那岂不更好 我从小 父母就不要我 我什么都不懂 又没有人肯管我 现在姐姐又走了 你真要跟着我 那我们把话说明了再先 你若再无故伤人 我可不饶你 那倘若是别人先伤我呢 而且我杀的都是坏人呢 好人坏人不用你管 跟着我 自然没有人能伤你 总之 不许你再与人动手 听到没有 好 我不与人动手 什么事情都由你来抵挡 姐夫 我现在叫你姐夫 你都把我管得这么紧 要是阿珠姐姐还没有死的话 她嫁给你 岂不被你给关 死了 姐夫 阿 我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不好 那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 不好 你讲个笑话给我听好不好 不好 那我出名语给你猜行不行 不好 那我 那我不吹笛子给你听好不好 不好 你说你这个人 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真的很难伺候我呀 非要我吹笛子给你听 我赢你 你